电商运营每当一个新型的概念提出的时候,觉得它好的人很多,但敢吃第一个螃蟹的人却很少,因为吃螃蟹的后果不知道,既然你不知道它的产数如何,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先旁观,等行业成熟了我再去分一杯囊,这样虽然保守却也有弊端,因为别人已经领先了而你却慢了很多步,在互联网发展之快递今天,分秒逼争已经是常态,慢,就会被替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创造需求,内容运营不是第一步,而是最后一步创造需求, 依内容运营的核心思想,在流量瓶颈的时候,内容运营可以让你的流量利用最大化,并产生品牌内容传播,刺激消费,关于内容运营,官方版本的解释是,通过创造,编辑,组织,呈现网站内容,从而提高互联网产品的内容价值, 制造出的用户的粘度,活跃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直白点说,刚需已经满足了,但看了之后还是想买买买,内容运营就是在满足顾客刚需的基础上,主动去创造顾客的购物欲望和需求, 内容运营的呈现形式,像红书口碑传播,摩古街,新媒体运营微信微博,电商清单导购等,这些其实都是内容运营的呈现方式,在我眼里内容运营,应该更像是广告公司加传统电商运营的结合,时代变了,传统营销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节奏,而传统电商运营,以数据推广为主,结合促销活动达成, 销量目标,鸟杀,马分,马浅,折扣,免搭,但促销不是营销,现在,哪怕商家愿意亏本出售,但是消费者会养成习惯,始终等待更低折扣的那一天,通过双11或双12等大型促销节日,一次性囤户购买,完成刚需必备,然后一整年不再购买,等待第二年的囤货时节, 这种模式的长期以往,不仅不利于品牌高长期发展,没有品牌精神的传递,消费者没有忠诚年度,利盈利难保,更是对于传统运营的挑战,而且顾客并不喜欢花里胡哨的促销方式,他们喜欢更直接的,简单粗暴,越简单越直白越好, 促销是消费者购物之前的临门一角,是整个市场营销中的一个环节,它很少有品牌推广,品牌文化的东西,它更多的是利用促销手段,让顾客去买买买, 这招现在已经过时了,传统广告公司,以品牌策划,世界运营,品牌形象的建立和打造为生,负责内容的输出与影响力的打造,却不背负销量, 坏句话说,广告公司打造的是你的品牌的形象和传播,是打内容方向上的东西,但却不负责具体落实到电商店铺销量环节上的东西, 它们负责形象的传播和打造,却不背负你实际的销量,你说广告公司没有用吗?这肯定是有用的,毕竟一个又一个优秀的广告出现,挖掘品牌背后的精神并造型品牌影响力, 提升品牌形象这当然有用,不然它们也不会收费那,那么贵了,内容运营离不开数据运营, 你要看得懂数据,看得懂数据背后的东西,三内容运营应该是什么样的,一大数据被依靠支持,寻找目标人群特点, 结合品牌自身特色和互联网热点事件进行整合营销,通过微信微博线上店铺等指导方式进行内容的扩散传播, 在达成销量目标的同时,达成品牌形象、口碑、影响力的提升和扩大, 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内容可以蹭热点,可以进行品牌打造,可以让顾客忘记价格对价格不敏感, 提高客户对品牌的认可度和粘度,建立品牌文化,建立品牌差异化营销, 就像传统广告公司为品牌打造的形象和文化的传播如品牌标语,广告,线下活动等, 但是,需要联合传统运营去全区道的推广并最终达成销量的同时达成品牌传播效应, 在满足顾客刚需的基础上,依靠内容运营的打造,为顾客提供场景化的营销, 创造顾客的购买需求,将产品与某种美好的情感或场景, 进行强关联性的切入,加之传统运营手法,就是内容运营, 是如何打造场景化的营销和内容运营呢? 先举几个例子,一家一家是通过整个家居的摆放营造一种家的感觉, 让你走进去就觉得,原来我家也可以这样装, 于是看见一个小台灯搭配着放的不错,那就也顺带买回去吧, 可乐其实可乐公司卖的是快乐,你没有看错, 它的广告经常传递的是一种幸福快乐, 家人团聚之后就喝喝口可乐,钻石商品有价,而情感是无价的, 钻石为什么卖的这么贵? 因为商家卖的不是钻石,而是真爱, 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说,钻石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营销片局,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而一般所说的互联网讲故事思维就是这样的, 通过讲一个故事使读者自我代入, 进而产生一种感情的强关联,然后主动分享或向好友推荐, 造成传播,产生代入感,引起共鸣, 激发需求,达成共识, 这就是互联网讲故事思维的核心, 如果不将产品与某种美好的情感或场景进行强关联, 也的确可以达成销量,但这始终是在卖货, 商家要知道,你不单只是买产品的, 你是在卖一种情怀,是一种美好的情感的表达, 顾客看见了这个产品,就会联想到相关的人或是, 进而产生购买欲望, 这就是内容运营的核心创造需求, 比端分析, 一,内容运营成本高,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和人员, 甚至跨部门整个营销才能产出最好的效果, 二,人才稀缺,培养成本高, 传统电商运营更多的是促销方式的掌握, 甚至很多公司运营和策划是崩开的, 但是现在的内容运营,应该是两者结合一起的, 所以整个行业看来,这类人才很稀缺, 三,内容运营概念对市场而言, 还是太新,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好东西, 但是很少有案, 立志证明它的实际营收效果, 选择内容运营还是传统电商运营, 应该怎么挑内容去运营呢? 挑了之后该做些什么呢? 光是这简单几个问题, 就够你纠结一阵子的了, 有人说淘宝的每一次活动都很火, 这是新型的内容运营没错, 但是它活的背后不仅是有好的创技, 还是要有大量的运营、设计、创意等背后资源支撑的, 而且淘宝到现在都在内容运营的尝试探索中。 真正面前却是在这里, 又渐渐营有小牧场, 感谢观看